俄罗斯军事网报道了中国正在研制一款新型重型尖机轰炸机 据传型号为尖轰18来代替老旧的尖轰7亿飞机 目前已经完成了原型机的风动实验 无独有偶 美国军事杂志《防务评论》也指出 中国正在研制一款新型尖机轰炸机 并故意报道了一些该机的信息 据信 该机是基于俄罗斯的苏34轰炸机之上中国的仿制产品 中国目前承担尖机轰炸任务的飞机主要有两款 一是强母 二是尖轰7 但前者是强机机 主要针对陆军近距离对地支援设计 只能在20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发挥作用 显然不能满足空军作战要求 而后者在性能上同苏34梗战斗机有不小的差距 就性能上来说 尖轰7是可以承担空军对地轰炸任务 最大10吨的载弹量 甚至超越了中国的轰炸机轰6 1350公里的作战半径完全可以满足战术打击任务 而且可以装备霹雳巴这种武器作为近战需求用于自卫 但其最大的问题也是来源于此 因当初对载弹量 飞行速度 机动性等要求太高 但当时的技术条件却没达到 导致尖轰7代弹越多越危险 这是因为尖轰7的翼展太小 甚至比尖机机苏27还要小2米 却要承担比苏27飞机还要重的载弹任务 升力和重力之比太小 此外尖轰7飞机采用的二台WS9 最大推力91.1千牛 推重比5.05 而AL-31F发动机的推力为122千牛 推重比8.17 这种全面落后导致尖轰7在水平加速能力和垂直面机动上 与苏27和苏30差距很大 此即使装备了霹雳巴导弹 也很能在遇到敌机时通过机动构成霹雳巴的发射条件 辽胜于无 笨重成了尖轰7飞机的主要特征 笨重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当尖轰7飞机速度降低在350千米每小时以下时 几乎立刻失速 因为升力此时已经无法平衡重力 而在转弯时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旋等情况 尖轰7在整个试飞生涯中牺牲了超过20名试飞员 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中国必须需要新一代的尖轰机 最捷径的方式就是基于苏27飞机气动外形和AL31F发动机仿造出苏34飞机 如前所述 在采用了更大的驿展 更强劲的动力后 新一代的尖轰18在生力特性和进场特性上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可信仿造出苏33飞机会或讨厌的旨并不可信仰连机会 旨并不可信仰连机会